大家好 蘇杰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Don't say goodbye 那講到冬天 其實我今年還蠻喜歡冬天的 因為今年冬天蠻冷的 就沒有人發現我胖了 衣服可以多穿一點 沒有人發現 我去年冬天的時候其實也有演出 然後在我的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時刻 就是在舞台上面度過 就是我被求婚了 其實脫口秀演員也是嫁得出去的喔 很勵志嗎 所以很開心在這邊跟大家宣布 過了一年之後 我還是單身 我沒有被退貨 我沒有被say goodbye 只是我男朋友動作比較慢一點點而已 可是其他親朋好友呢 動作就蠻快的 他們就會一直來問我說 圖姊你們到底什麼時候生小孩啊 我想說你們跳太多了吧 是不是應該要先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再跳到生小孩 可是其實我對於單身 脫離單身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焦慮 因為我蠻討厭小孩子的 我真的很怕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生小孩會影響大人 會不會怎麼樣來影響呢 我男朋友的哥哥嫂嫂生了兩個小孩 一個一歲一個三歲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他家玩的時候開門走進去 就看到他爸爸在跟他一歲的兒子講話 然後就跟他講說 哎呀 要不要喝奶奶啊 一個四十歲的中年男子 有點微禿頭 我沒有在影射什麼樣的爭執 可是大家如果想一下 韓國瑜如果對著韓冰說 韓冰要不要喝奶奶啊 性騷擾吧 超級不舒服的 我就問他哥哥說 為什麼要這樣跟小朋友講話 他說 我這有經過調查 根據這個專家 教育專家所說呢 如果他跟小朋友講話 就是要用他的語言來說話 No no 爸爸那你不應該要這樣跟他說話 如果你要問他說 要不要喝奶奶呢 那你應該要跟他講說 這才是用他的語言在跟他說話啊 所以我真的是百聲不得其極 我想說到底全世界是誰 叫這些爸爸媽媽說 跟小朋友講話一定要用別字的 大家曉得罪魁禍首是誰嗎 兒童台的姐姐 大家有關去參加過那種幼幼台的活動 哈囉 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到卡蜜地喜劇俱樂部 現在水果姐姐口袋裡面有好多的糖糖喔 如果想要的朋友 幫我們洗去你的小手手喔 不准舉手 不准舉 好氣死喔 其他上面不能好好講話嗎 最讓你生氣的是 如果家裡有小孩爸爸媽媽回到家之後 就會說 你如果吃飯飯的話 一定要先洗手手喔 爸爸媽媽有樣學樣 所以這件事情就告訴我 我決定要來發起一個 拯救台灣兒童計畫 這件事情要哪裡做起呢 就是我去應徵了幼幼台的姐姐 我是認真的 我十年前真的應徵過 對沒有上 所以現在才能出發 我那時候真的很認真 我就想說 幼幼台剛好這種缺人好 東叉 OK 這樣明顯了 我就決定要去應徵 他當時就說呢 我們要拍一個影音旅幣 然後同時我們要學一首歌 那我就去很認真觀察這些 小壞小孩子哥哥姐姐們 他們到底都做些什麼樣子的事 要進入敵營 只要先成為敵人嘛 所以我就看 他們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哥哥姐姐們 都會先跟大家 活潑的跟大家打聲招呼 所以我就想好我華麗的意味 哈囉 我的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你們最喜歡的 火龍鍋姐姐 我是你們的 火龍鍋姐 沒有別字 要堅持 火龍鍋姐姐今天要為大家 帶來什麼樣子的歌曲呢 我就仔細看 當這些哥哥姐姐 要開始唱歌跳舞的時候 他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要點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臉部表情放到最大 所以現在 我們 就要來唱這首歌 哇哦 是真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接著我們就是要開始跳舞囉 那我當年呢 選擇的歌曲是 卡加布列島 大家知道這首歌嗎 OKOK 太好了我們年齡還沒有差距太遙遠 好好好 所以我就很認真喜歡那首歌 我來到一個島 他腳卡加布列島 用全身所有的力氣告訴他說 我愛小朋友 拜託錄取我 但就像你們一開始猜的一樣 我沒有錄取 但我後來想說不要浪費 歌都已經練好了 所以後來我去參加別人的面試的時候 我想說不然這首歌也可以拿出來用一下 結果我跳到這首歌 對方很開心 他就錄取我了耶 那個地方就是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所以大家知道你們現在在這邊啊 我們是成人版的幼幼台 成人版幼幼台 就在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可是我覺得其實 小朋友學習力非常非常強 他們看了什麼就會學什麼 像我之前呢 去我這個閨蜜的朋友家 還有一個五歲的女兒 然後那時候就很久沒去他們家 然後一開門進去 然後女兒就好可愛 叫叫叫叫叫叫 阿姨你好久沒有來囉 我就這樣 哇 誰說你叫我阿姨啊 媽媽沒有教好耶 他的阿姨 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時候外面突然 砰砰砰砰 媽祖繞盡 非常非常大的鞭炮聲 他說我好害怕 他非常怕鞭炮 就要一直躲在我旁邊 一直黏著我去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也還是有蠻可愛的地方嘛 這時候呢 然後這個房間裡面 媽媽二寶就開始哭了 他就進去幫她換尿布 我想說有點尿急 我就進去廁所 但我進去廁所之後 剛好又來了第二輪 砰砰砰砰 我心裡就覺得很焦急啊 一個小女孩在外面 然後聽到鞭炮說 她現在一定很可憐 所以趕快穿了褲子之後 就奔出去外面 他小女兒就這樣 拿起了她的爸比娃娃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然後旁邊就 蹦 蹦 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跟她無關喔 跟剛剛的表現完全不一樣 這時候我走錯廁所門之後 我就 雨昕 現在外面有鞭炮聲 妳還好嗎 那個小女孩就突然 嘻嘻嘻 嘻嘻嘻嘻 人家好怕喔 她看的一定不是秀柳台 應該是泡啊是嗎 超級會引人注意的 很厲害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現在的小孩 嘻嘻 太難了太難 學靈前合同我 風氣跟他們溝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圖傑 來自於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我現在是一個中英雙語主持人 同時也是一個脫口秀演員 我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演了一個段子 然後那個段子是一個蛤蟆頸 蛤蟆頸就是要這樣子 開合開合 而且這還有續集 第二集是控肉妖精 把自己的大腿 然後坐進去浴缸裡面的那種段子 大概過了三年之後 我就發現自己真的很可笑 更可怕的事情是 其實這段段子在網路上找得到